黑大片白色磁砖 现在白天没有下雨 走起路来还算OK 但只有民众在下过雨之后 因为磁砖太滑才刚跨过栏杆 就跌到爬不起来 确实磁砖路面遇上下雨天 如果鞋子不够防滑会比较危险 但民众陈小姐7月18号事发这天 穿的鞋子虽然是有止滑作用 但她指出在新生北路 跟林森北路259巷口 当时路面有点湿 才刚在白色磁砖上走第二步就打滑 痛到起不来路人及家人协助送医 导致她头脖子手跟臀都有挫伤 跌倒之后就有个路人 应该是买东西经过 他要把我扶起来 但是其实我是起不来的 我大概我觉得我坐了六七分钟吧 然后我真的我才可以稍微动一下 有网友就说听说有人有反应过 住这边十年不知为何从没改善过 不过也引来附近居民喊摔过加一 不管是划过摔过牵小孩跌倒过 腰跟尾椎都伤到 留言区至少七人曾经摔过 因为这边属于大楼退缩地 管理中心今年新上任 负责人指出没有民众来反应 不过会跟管委会进行讨论 建管处指出防华系数标准 是从103年7月开始管理 但早年建筑物没有相关的规范 不算违法 不过现在政府也有提供重复的申请补助 否则瓷砖的防华系数不足 真的蛮危险 小朋友有啦 我是没有啦 但我儿子有啦 小朋友可能比较不会控制的话 是会啊 万一正有跌倒受伤 民众的就位记录 如果还是要留好找管委会后续处理 只是说接下来就是台风天了 在相关单位处理之前 民众走在这条路上 还是要特别注意 TVBS新闻流利权的另一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